歡迎加入1800新聞1點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欣宜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加入我們的直播留言區 可以在線上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 一起聊天 聊新聞 新聞首先先帶大家來關心的是國際消息 美國總統拜登因為三度確診 所以他取消了拉斯維加斯的造勢行程 而川普這裡的支持者 對於拜登生病可以說是一點都不同情 還有人說他又是在裝病 而雖然拜登已經生病了 但是民主黨內的聲浪還是不斷傳出 前眾議院長裴洛西再度跟拜登通話 而這一次甚至還攤開民調 直接告訴拜登你選不贏川普 美國總統拜登三度確診新冠 可是鏡頭前他從下車到搭機 通通沒戴口罩 我認為所有人現在在疫情疫情 都應該穿上衣服 那不是很討厭的 那只是很可愛 對於拜登確診川普支持者絲毫不同情 講話還是聚聚帶酸 但拜登仍躲不了黨內逼宮聲浪 CNN報導前眾院議長裴洛西私下攤開民調數據 告訴拜登你選不贏還可能拖垮中院選情 另外拜登上週末與黨內溫和派開視訊會議也一度動怒 拜登中間還對質疑他的議員嗆聲說不想聽他講廢話 只是拜登的立場似乎開始動搖 明主黨資深顧問表示拜登從一開始直接說賀錦麗無法當選到現在改問他能不能贏 至少顯示退選也是拜登目前的選項之一 美國共和黨代表大會的第三天當然大會的焦點都聚集在川普的副手 也就是范斯的身上 我TVBS的採訪團隊也在現場帶來最新觀察 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第三天重頭戲在川普副手范斯的接受提名演說 美國選民對范斯不熟悉 這是他成為川普2024副手人選後首次的公開演說 在大約30分鐘的時間裡范斯用大部分的篇幅在稱讚川普以及攻擊拜登 展現他對川普的絕對忠誠 范斯說當他四年級的時候在參院的拜登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在他高中的最後一年拜登支持出兵伊拉克 技巧的來凸顯他和拜登的年齡差距 來自俄亥俄州的范斯在接下來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裡 任務很清楚就是要拿下中西部鐵秀區的選票 范斯在演說中提到家鄉厄亥俄州九次 提到密西根州六次 另外提到賓州五次 對於范斯的演說內容 現場黨代表都很捧場 整個氣氛是快樂正面愉悅的 那麼除了范斯今天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 是川普的長孫女凱 現年17歲的凱第一次在政治場合公開演說 他說媒體讓他祖父看起來像另一個人 但其實川普就和所有疼愛孫子孫女的祖父沒兩樣 凱在台上介紹他所認識的川普時 我們看到川普的表情也確實是平常很少看到的慈祥模樣 過去幾天我們在全代會上 當然或多或少都會聽到講者提到賓州造勢的槍擊事件 但是今天很明顯的川普陣營開始利用川普 差點被暗殺的事情來凝聚支持 川普長子小唐納德就描述事情發生的當下 川普站起來高舉唇頭喊著戰鬥戰鬥戰鬥 那麼同一時間現場螢幕就秀出當時的經典新聞照片 小唐納德說有一種強硬 叫做川普強硬 而美國就是川普強硬 近日新聞 黃松普 林佳輝 美國威斯康星州 密爾瓦基報導 好 我們來關心的是 泰國軍越飯店最新的毒殺案的進展 確認6名死者的死因都是因為氫化物中毒 而主謀目前有可能是死者當中 其中一名56歲的女子 殺藥殺人 可能跟他們共同參與一項日本醫院的投資案 但是投資了一千多萬泰豬卻血本無歸 失利引發殺戟 發現場的圖片可以看到一整桌食物 幾乎原封不動放在桌上 部分餐點還是保鮮膜覆蓋著的狀態 不過現場有喝到一半的玻璃杯 以及擺在旁邊的金屬罐 泰國警方公布毒殺案的罪行進展 警方在飯店的水杯中以及6名死者的屍體中 都檢測出氫化物 經確認死因都是氫化物中毒 當時房間從裡面反鎖 沒有其他人進出記錄 現場也沒有打鬥痕跡 那麼兇手究竟是誰 警方鎖定就是死者中的一人 56歲的Shering Chong 他透過客房服務點餐 叫了食物與茶 卻拒絕飯店員工幫忙泡茶 而且看起來心事重重 沒有笑臉 懷疑兇嫌先在飲料裡下藥 毒死五人後 接著自己也服毒自禁 死亡的六個人都參與了一項 日本醫院的投資案 最後卻投資失利 主嫌損失了至少一千萬泰豬 恐怕因此引發殺機 死者之一是一名越南小有名氣的化妝師 經常因為工作定期往返泰國 殘焦毒殺的消息確定後 家人完全不敢相信 死者最後一篇發文還是在曼谷 分享翻譯員帶他吃的美味泰式炒河粉 沒想到會發生悲劇 現在家屬也準備前往曼谷領回遺體 體驗變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來關心的是南韓他們六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呢 年升率降到了2.4% 這也創下了11個月以來最低的記錄 但是呢民眾卻沒有什麼感覺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買日常生活用品 很多東西都一樣很貴 上市呢 他們很常喝的這個人生雞湯一碗 居然要價台幣將近400元 還有退休的長輩現在為了要賺生活費 甚至重返職場來工作 而緊急差也造成南韓的內需疲軟 更突累南韓經濟復蘇的腳步 光是呢 在去年申報停業的公司 就有將近100萬件 豔陽下排隊等候民眾大熱天撐傘 也要吃的就是這間 餵在首爾中路專賣森雞湯的排隊名店 等半小時還不一定吃得到 傳統韓屋內人潮爆滿 作為三伏天的第一天 需要以熱至熱進補一下 但看看菜單價格 還有三伏天的價格 是今年5月的 16885元 也7年前跟比例 20.6%的價格 一碗生雞湯將近台幣400元 七年來居然漲了兩成 其他的南韓國民美食 冷麵 紫菜 飯捲 炸醬麵等 又漲價 最近水價太貴重了 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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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同期內比 20%上升 消費真的是貴到受不了 該省的都要省下來 但押不下物價要節流 還要開圓 長輩被逼著二度週夜 只能加速公開 我現在直播後 召喚就堅持績 現在長輩了 我現在沒有工作 做 intrinsic資金 所以僅然漲那些 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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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升率降到2.4% 连续三个月低于3% 创11个月来新低 怎么还会体感贫穷 主因就是内需疲软 警惕差通膨数据 宛如包着糖衣的谎言 尤其这最伤中小企业 甚至有老板必须贷款 才付得出员工薪水 去年申报停业的公司 有98.6万件 比疫情期间还要高 充分显示警惕没有回温 不少人干脆辞退员工自己做 醒不起人 只能老板金员工的人数 达到九年来最高水准 现在南韩政府又宣布 调涨最低时薪 让中小企业较苦连天 从明年元旦开始 最低时薪调升到韩币万元以上 相当台币237元 是37年来首度突破万元大关 这也让小本生意 越来越请不起人力 政府帮劳工调新的政策 遭到资方抗议 调新对象 事实上尽管南韩内需不振 但出口方面依旧强进 其中TikTok上的网红短影音就带动 新一波海外消费 这支影片一出 相关产业出口增加和内需消费差距越来越大 有分析师指出必须想办法靠政策 才能解决两极化的困境 韩流影音音在全球掀起热潮带动外销的消费经济 但在美好的外表包裹下 内需依旧是南韩潜在危机 TVBS新闻综合不导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云林县检警 他们在追查砂石车 倾倒大量的废土 还有废弃物的时候 居然衍生出了案外案 他们发现麦寮乡民代表会的主席 韩青山 疑似跟地方势力结合 要求他们针对非法废弃物业者 如果要倾倒的话 要收保护费 每天大约6000元到9000元不等 如果不给的话 就会率众上门包围恐吓 检警搜索 这个韩青山的代表处 结果发现了 查扣子弹 棍棒 现金等等证物 检警提供空拍侦查画面 云林麦寮非法清倒废弃物 去年遭到检警查器取缔 这些业者俗称头部亚 到处运废弃垃圾 废土 回田到海线附近赚取暴力 但是早在警方查到他们之前 他们早就被地方势力盯上了 云林警方查出 麦良相代主席韩青山 伙同其他三人 专门恐吓这些土尾业者 每天要缴交保护费 6000到9000元 当成水的保护费 代表会主席 有率众恐吓这些非法业者的行为 韩青代表会主席等等 涉嫌恐吓取材 组织犯罪条例整罪协 土尾业者公出 每天保护费如果没交 就会被黑衣人围场 清倒废弃物的时候 也会被阻碍 警方寻线追查暴力黑帮组织 查到了代表会主席涉案 昨天搜查了云林 南投台中等15个代表会处所 查扣了疑似非法所得的新台币 美金黄金珠宝等 还有长枪子弹 斧头开山刀及棍棒 云林递检以恐吓取材罪名 移送法院 其中两人积押 代表会主席20万交保 他们利用土尾业者 害怕遭查获的心态 没替乡民维护土地 反倒黑吃黑谋取私利 更没想到检警追查破坏国土 最终查到了他们的暴力犯罪 TVBS新闻张崇敏云林报导 台南山上的一街压克力工厂 在今天早上发生了火警 而且接连还传出了爆炸声 当下的画面也曝光了 这个火势非常的猛烈 连远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到 大量的迅状云往天上飞 而且连屋顶还有设备 全部都被炸飞了 由于这个厂房里面其实囤量了 囤放了大量的甲醇还有甲本 这些都是会爆炸的易燃物 消防局只能先初步的控制火势 碰得一声巨响 远处厂房突然爆炸 窜出一道烈焰 疑似设备被炸飞 像飞弹一样腾空飞起 猛烈浓烟狂烧 火势逐渐扩大 厂房屋顶被炸成碎片 四处散落 大量黑烟弥漫 此起彼落的爆炸声 远远看橘红色火光 变成殉壮于一般的大火球 吓坏不少邻居 就在十八号早上八点多台南山上区一间压克力工厂发生火警铁皮厂房全面燃烧 由于厂内囤放大量甲醇甲本都是会爆炸的易燃物威力相当惊人 消防出动四十一车八十六人力中午蛇点好不容易控制火事避免蔓延 整座铁皮厂房几乎陷入火海 烧的天花板都塌了 还好人员都有及时逃出 没人受困 只是火势太大 消防人员也无法轻易靠近 持续和恶火搏斗中 TVBS新闻公共X台南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新北市领口传出了枪响 原来是警方到场要逮捕车手的时候 结果发现监控手就在附近 沿路追了好长一段路结果对方卡在车阵里面 怎么样都不肯下车 最后是警方对着天空连开了三枪 而且大声的喝斥嫌犯才乖乖配合 远在一二十公里外都能看到台南山上去的这场大火 因此除了消防员 消防局也出动附近唯一一辆的消防机器人前往灌救 原来厂区对方的甲本 二甲本以及甲醇 等依燃性液体就有133万公升 另外还有第五类贵氧化物1.2吨 燃烧后的废弃可不是开玩笑 因此除了火场的淫封面 由机器人深入火场 环保局也没缺席 虽然细悬浮为例的数据还在可控范围 但可以看到厂区燃烧 直冲天际的都是浓浓黑烟 因此环境部也带着精密仪器到场 他们带着防毒面具 手持器具 能多近就靠多近 希望能精准掌控空污状况 总共环保局出动22人 环境部17人 近40人分站四周监控 但仍发现有污染产生 由于燃烧的甲本等化学物质 对皮肤及黏膜 有刺激性 还会麻痹中枢神经 因此吸入浓度过高 除了会刺激呼吸道 还会引起身体头痛 恶心等各种不失症状 加上现场吹起了西北风 因此包括山上区 以及下风处的永康 新化 龟仁 光庙及龙旗 共六个行政区 民众都得特别注意 因为整场大火 可能入夜后 才能完全熄灭 TVBS新闻南部 综合报道 发现目标车辆卡在车阵 动弹不得 园警马上独在前方 冲上前待人 开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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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他准备倒车逃逸 就怕他突然冲撞 领队的所长眼神坚定 一下车直接对空连开三枪制止 驾驶就是一名监控手 坐在地上 两名远警合力要把他拉起去 拉不动 最后由他自己起身 而他就是负责监督 车手的一举一动 而受害的就是一名 七十三岁 诚信被害人 一直要叫我在拿钱 所以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求我朋友 他就来了 这个不是 这个是诈骗人 就带着我 一度讲到哽咽 因为面交六次掏出四千五百万元 却统统拿不回来 今年五月初在脸书看到广告 诈骗集团创了一个私募基金的APP 要求加入赖群组 况称只要所有人一起出钱 重金砸一只股票就可以获利 直到七月初 他想抵押房子 儿子觉得奇怪 赶快报警 被害人十六号 亲自到高雄的投资公司了解 才发现都是骗局 警方调查 证明四十一岁 女性车手已经被抓过两三次 而十八岁 丁信监控手竟然无照 共称监看一次 可以领两千元 虽然两人都是云林人 但互相不认识 就是诈骗集团 为了避免黑吃黑的情况 万万没没想到 一口气两人狼狈落网 地板新闻流利涉 大约身份新北采访报导 来看到的是为了林婷的问题 居然大打出手 桃园有里长的弟弟 他被指控说 长期都把车子停在社区的出入口 这也影响到住户要进出 社区的保全上全劝离 结果没想到两个人一言不合 直接打了起来 保全还被对方用酒瓶砸头 最后是流血不止还缝了五枕 一对副子党将白色轿车 临停在黄线上 穿着黑色背心的社区保全 上前劝导 但对方却不愿意移车 双方爆发冲突 穿着蓝色上衣的儿子 出手不断推及保全 保全也回击 拿着手上的物品朝着对方猛K 一旁的老翁看到儿子被打 举起手上的酒瓶 朝保全的头狠狠打下去 当场血流不止 三个人扭打成一团 来 人都流血了 好厉害喔 好厉害喔 放掉 你们两个打一个 干嘛动头 我们检查 你九天又打下去嘛 很XX 怎么样 双方火气都好大 谁也不让谁 这起冲突发生在16号晚间 桃源一处社区 据了解这块地 是附近的成姓里长捐的 不过里长的弟弟和他儿子 却经常把车辆停在黄线上 影响社区住户进出 没想到这回爆发肢体冲突 造成保全的头部和手部 被玻璃割伤 综艺缝了五针 被酒瓶砸伤的爆圈 目前已经验伤 要对副资党提告 对于这次的冲突 陈兴里长表示 不清楚当时的状况 一切依法处理 至于发生冲突的路段 社区管理会要求 应该划成红线 对此里长回应 目前土地一定交由 公家单位管理 并没有决定的权利 铁边新闻林志伟 陈家同桃源采访报道 台积电的法术会 在今天上午登场了 而这一次也回归实体办理 外界最关心的 当然除了台积电的业绩之外 还有地缘政治风险 以及美国前总统川普 所说的话 好没错 今天就是台积电的法术会 那么刚刚已经公布了 Q2的业绩 是优于表现之外 Q3的营收 也预期会有好表现 那么除了说业绩表现 我们还要来关心的 就是最近在地缘政治风险这一块 因为前总统 美国前总统川普 是提到说台湾抢走了 美国所有的晶片的业绩 那么也放话说 台湾应该要付美国保护费 对此台积电今天也做出了诡影 一起来听 好我们可以听到魏哲嘉是说明 在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之下 不管是这个熊本厂 或者是美国亚利桑那州 以及欧洲的设厂 所有的海外布局都不会改变 那么也问到了 之前这个美国商务部有提到说 未来补助台积电亚利桑那州 66亿美元会不会担心 如果川普当选之后会有所影响呢 他们也提到所有的计划 都是照一切来走 而且不担心其他的改变 好我们来关心的是 股市消息哦 川普跟拜登相继释出利空消息 台股在今天也惨遭血洗 开盘23373点跳空下沙 而且一路开低震荡 最后中场是收在了23398点 跌了371点 而至于台积电呢 台积电中盘最低来到了986元 最终收在1005元跌了25元 但还好守住了千元大关 台股早盘堪称是血洗 就是因为拜登政府严女对大陆 实施更严格的晶片措施 进而拖累台北股市 一早杀生隆隆 甚至大盘失守月线 川普拜登相继释出利空消息 台股下趴一早开盘23373点 跳空下跌369点 最后跌势再扩大 大约五分钟后 直数狂杀到23148点 猛跌621点 主因就是护国神山 台积电也难挡跌势 一早开盘988元 下沙42元以外 摔出千金股 截至上午10点半 最低986元 下沙是4块 而周四正好也是台积电法说会 毛利率的一个控管上面 能不能够符合 过去公司派的一个要求 那么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针对于资本支出的 金额的调整 有没有机会能够有 这个调升的过程 不过周四台股之所以这么惨 也是受到美股拖累 周三美股主要指数几乎沦陷 备办狂蟹6.8% 创疫情以来最惨单日跌补 纳斯达克下跌512点 唯独道琼独强涨超过240点 美中的这个晶片大战 管制热潮又再一次的出现了一些讨论的热度 市场上对于未来半导体产业当中的一些疑虑 亚洲股市日本韩国同样都下跌1%以上 另外欧洲股市主要也都收黑 尤其荷兰半导体制造设备龙头 爱斯摩尔股价暴跌超过10% 外资的筹码面当中能不能够出现油卖转买或者是进空单大减的一个情况 也会牵动着未来台北股市回挡修正的力道 跌势会持续多久 分析师说除了看台积电法说释出消息以外 还要看外资筹码面可否油卖转买 未来台股值得关注 DV的新闻文章 张慧希M台报道 好 说到美国前总统川普的言论 大家还记得吗 他最近说台湾抢走了晶片生意 应该要上美国付保护费 而这一番言论呢 当然也在台湾引发大家的讨论 而过去大家还有看过吗 晶片战争的这一本书 曾经提到美国工资太高 其实不适合发展晶元代工 再加上工作劳力秘籍 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台湾人都觉得 台积电其实都是用台湾的血汗来换的 通过了赵元投资国家发展的方案 行政院经济委员会首度开会 排版赵元投资国家方案 投资台湾重大建设 那会中是否提到半导体呢 因为前美国总统川普 才说台湾偷走美国晶片产业 简单讲一下我们今天没有讨论到这个 我们就不评论好吧 我们今天针对经济委员会的部分 或许就怕得罪美方政院维持前一天 着魁态度能夺低调就夺低调 不过川普保护肺炎论 在台湾已经发酵 晶片战争书中提到 美国工资研发经济条件 不利电子高科技发展 当前美国半导体制造能力 只占全球百分之十二 但占全球半导体需求百分之二十五 专家分析台积电从草创到先进奈米之城 背后都是台湾人血泪 而说到台积电如何立即台湾 事实上背后是时任行政院长 李国鼎支持 创办人张忠谋当初从德州遗弃 回到台湾创立台积电 李国鼎说服台湾政府 出资百分之四十八换取股份 从1985年一直到台积电成立 但是确实没有它不会有台积电 1987年台湾正式在台湾成立 历经三十七年到日本和美国设厂 在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 引述更超越主要对手Intel 川普一句话 让全球晶片战争再度浮上台面 TVB的新闻 台北市幼儿园发生了 狼狮性侵多名女童的案件 引发高度的关注 而就在今天受害的家长 也透过例行基金会公开发表声明 批评台北市政府的社会局 还有教育局在这一年多来 根本都是在互踢皮球 也没有让家长观看幼儿园的监视器画面 而且还有受害家长说 自己在这一年内呢 其实曾经透过市长信箱 想要跟蒋万安来澄情 但是至今都还没有得到回复 只留下无法抹灭的伤痕 身为父母的我们 也永远带着歉意自责 极愧疚的心情面对孩子 看着声明稿念 一度哽咽 北市幼儿园狼尸案 受害家长统整多项疑点 要跟北市府职仇对决 面对教育局的消极 我们曾有家长直接写信给蒋市长 至今人无回应 是太忙 系统问题 还是假装没看见 将时间到回2023年 当时召开的家长说明会 教育局强调 没有人力案 因此教育局 也没有收到社会局的通报名单 但2024年7月17号 教育局却发布新闻稿 表示2022年时 教育局接获通报 立即启动调查 受害家长而言 从2022年 从2022年直到目前市府的回应 依旧不够明确 社会局与教育局甚至多次搬出 救法互推 才让狼尸可以继续入园 救法是社会局调查被害人 加害人是应该谁来处理 还是教育局 所以我觉得教育局不要再推脱了 问题坦在阳光底下 就看蒋市长如何解答 我们刚刚看到的台北市幼儿园狼狮案 现在不止监察院批评北市府 卫福部也呛下台北市应该要有督导责任 而至于我们刚刚看到有家长说想要澄清 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应 对此台北市长长弯安安强调说 列管局处都有针对相关案件恢复了 要投资孩子的经费不能少 特别上蒋万安挺教育 但眼前的郎氏案行政疏失 有部分家长沉痛诉求 曾写信给蒋市长没收到回应 原本不受访赶紧澄清都有回复 但回头求证相关人员表明确实没有说到 指这一场跟教育有关的记者会 座位上贴着副局长的名牌 但仍没来临时改派专委 这年从11号有媒体报导 教育局连日仅发新闻稿 到时蒋市长亲上火线 连四天接受媒体访问 主则的教育局长汤志明碰巧在13号 到墨西哥参加国际少年运动会 教育局的态度蓝绿议员都不买单 毕竟看看去年新北市府未要按 相关官员一次排开一连多日上火线 那不道歉硬拗 其实让市民看了各反感 孩童的问题没有政治的问题 开记者会当然是方式之一 那最重要的是要把内容先查清楚 毕竟事情已延烧一个礼拜 但得厘清的还有诸多疑点 家长质疑监视器画面取得百般受阻 但外界则可拿到 112年家长都没有来我们教育局要求看画面 因为附佑队那边有比较完整的画面 检防后来呢就是问话的时候会找家长一起来看 教育局赶紧说都有想要协助 但民进党发言人戴伟山质疑 教育局规避调查责任 绝非是有直射小朋友 是会说谎或者是有其他的状况 那对造成民众的观感不妥的部分 教育局特别感到非常抱歉 在此特地来做澄清不好意思 百味厘清的狼狮案争议没完没了 TVV的熊东旧年轩 SL组台北长报道 另外来关是英国民党立委 许巧新的大姑夫妻涉嫌诈骗 现在呢也决定要继续积压 许巧新的大姑刘向杰 还有大姑丈夫杜炳成 涉嫌利用虚拟货币诈骗集团洗白不法所得 而台北地院在昨天裁定两个人继续积压 三个月还传出杜炳成 强调自己不是诈骗集团 要法官不可以这样判 身穿灰色上衣听到喊话 朝车道外看了一眼 有话要做吗 不法一语继续往前坐上求车 准备回到看守所 国民党立委许巧新大姑 刘向杰的丈夫杜炳成 涉嫌诈骗续压三个月 刘向杰同样续压 积压停结束之后也遭到上号带走 夫妻两人涉嫌帮诈骗集团洗钱 案件还没厘清 无法恢复自由声 杜炳成疑似在停讯的时候 机动认罪 但他也向法官强调 自己不是诈骗集团 没有使用诈述 但法官质疑他为何说没犯罪 还要自己认罪 杜炳成说因为发现 自己陷入巨大的犯罪行为 要自己说清楚 台北地院裁定 刘向杰和杜炳设嫌重大 有串政以及反复实施之余 有积压的必要 还传说杜炳成知道要被虚压 机动和法官说 自己不是诈骗集团 为何要这样判 强调拿钱的不是我们 而法官询问家中有没有儿童 或是80岁以上长者需要照护 他只说有三只猫 不算家人的话就没有 同样原本被积压的还有他 夫妻两人的朋友林雨伦 涉嫌帮助洗钱成了共犯 这回法官认为夫妻两人在押 林雨伦就没有积压的必要 可以交保金 以及替代方式预防串阵 裁定50万元交保 但期间不得与案件相关被告 以及证人等接触 强调自己是清白的 在律师的陪同下离开法院 但周刊报导 他疑似在庭上 和法官说刘向杰的母亲 希望他顶罪 但夫妻两和林雨伦 以及另一名友人 吴欣山到底有没有设诈 恐怕往后还得提供更多证据 说服法官还自己清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在台北市内科园区上班的观众朋友 应该都知道 在这里呢办公大楼林立 在中午的时候想要吃饭吃什么呢 有的时候在巷弄间的餐车 就是大家的午餐好朋友了 不过有议员就点出 像在今天这么热的天气底下 大太阳下这个餐车可能会有 有食品安全的问题 希望市府可以加强查核 午餐时间一到台北内湖上班 各式便当摊贩和行动餐车 就会出现 有的甚至要排队 今天很好吃的 吃的 我们都会放在那个保温箱里面 所以我觉得还好 还蛮放心的 因为迟到现在也没拉着直轨 应该是 应该是还好 会这么问 就是因为议员質疑 每逢平日中午 在内湖瑞光路 周子街 激湖路 停车场等等 这样的餐车摊贩天天出现 但在动辄35度的天气下 若没有做好保存 可能有食安饮律 二三四个有吧 有的是就一个个人 推着一个摊车出来 那有的是有一个胖塔 但是因为现在真的天气很热 就我们真的是满担心 就是有食安的一些问题 那是不是还是有登记有照册 那起码说当发生状况的时候 我们找得到人 直进内湖上班附近的行动餐车 还有便当摊贩 可以发现业者都会自备冰箱 或是保温箱来保存食物 就是要防止食材变质 都有投保食品责任险 当天的食材都是当天食材 新鲜的食材所做的 因为我们在外面 就是两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会有冰箱做保存 当天做当天送过来的 我有只有11点到1点 两个小时内 的确大约下午1点就不再贩售 卫生局也说定期对业者稽查 113年截至7月15日址 共查核4465家 而后将持续针对摊贩贩售食品 保存方式加强稽查 而市场处也表示 真的餐车申请时 也会要求提供 卫生医疗机构的检查报告 要让民众安心 毕竟对不少上班族来说 可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体育员宣 下午1日台的长报道 住在新北市中和 有一命男子指控 就在旁边的永和 最近有一栋住宅大楼 晚上都会发出强光 而且甚至这个强光 还会直射他的房间 让他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 贩售航空障碍灯的业者就说 其实依法呢 超过60公尺高的建筑物 都必须要加装这样的灯 是为了要提醒 飞行员这里有房子 而且依法这样子的灯 是不可以遮起来的 晚上睡不着觉 看到远方大楼 顶楼不断发出闪烁强光 受害屋主指控这次眼光芒直射卧房 测验内面 受害屋主住在新北市中和 指控大约1公里外的永和疑似是这栋大楼 发出了强光 就连白天也能看见 它的光可以水平到120公里 因为它水平发光 当然那光会对某一个特定的点 会有影响到 这个灯是不能遮它 因为它就是要让飞机降落的时候 看得到的 所以刚好那个巨团 那就是可能要加装双眠了 依照法规规定60名以上建筑 大约20层楼以上的大楼 就要装航空障碍灯 如果是150名以上的建筑 则是要装高亮度的障碍灯 而且必须24小时运作 回到居民之一的这栋住宅建筑 算是新大楼屋林七年总共22层 业者指出周边低楼层住户 一般不会受影响 主要以对面有达到相同高度的楼层 才会觉得有光害 业者表示航空障碍灯 在灯罩方面特别以曲面设计 避免鸟類站上去影响亮度 随着都市化发展 让这样子高楼层的建筑越来越多 达到一定的高度就得装航空障碍灯 觉得有光害的住户 恐怕也只能自行装窗帘 避免强光影响水眠 TVB的新闻黄金库的鞋 我们昨天有报道 在高雄人武区有一名男子 他情绪有点可疑被住户怀疑 他是拿着新型的电子锁扫描器 到处扫描别人的电子锁 疑似是想要闯空门 不过原来这是误会一场 原来这名男子他是自来水公司的超表员 因为天气实在太热 所以他穿着防晒的外套 戴着帽子 也没有穿识别背心 才会被误会是可疑人士 掀开来 然后对这个表号指针数 打开水箱盖 确认水表度数 再按一按手上的机器 超表员顶着大太阳 挨家挨户到住家查水表 这个螺丝其实就是你顺手觉得 顺手就OK 那因为像那个表箱的话 他一个盖子 或者是他有的卡比较紧 我们一定要把它用力的敲开来 才看得到表本身 几乎一整天都在外头曝晒 热到满身大汗 时常有工作人员中暑 他们是自来水公司的超表员 都会自备防晒外套戴帽子 全身包紧紧 基本就是从头包到脚 对 然后就是除了晒的话 然后还有你弄出来的部分的话 就是你防晒的系数那些用笔一定要做 就是因为包的密不透风 结果十六号下午在高雄人物 住户看监视器发现可疑人士 以为是要闯空门 认为他拿着疑似扫描器的天线 像是拷贝铁卷门的遥控器 其实他就是超表员 手上杆子是长的螺丝起子 还有电子超水表机 但正常要穿背心带识别症 当天超表员却没有识别装备 他是我们的委外超表人员 的确没有穿我们的那个 我们其他要求的背心 那以后我们会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会再加强督导 请他们一定要穿着背心 然后以免用户就是误解 以为是小小 尤其是包得这么紧 超表员的工作可不轻松 无论刮风下雨透天大楼 或是没电梯的公寓大厦都要去 这回被误以为是可疑人士 居民下到报警 只好到派出所一趟 讲清楚说明白 TVB时新闻赵丽松阿娟高雄报道 好现在台湾少子化的问题 非常的严重 这当然也影响到了大学的招生 前教育部长潘文中 他就曾经指出说到了2028年 大一的新生只会剩下15.7万人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有大约八成的学生呢 都是可以念公立大学的 这也让私立大学面临了很多的招生挑战 真的是非常的起伏不定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 我们台湾会有一天 是会没有孩子的 谈论着失效招生情况 在文化大学任职40多年的黄院长 深深有感 年轻时就在戏剧学院教书 私校的生态环境 40个寒暑下来 历经少子化 疫情冲击 黄院长莉莉在目 文化大学是老字号司大名校 黄院长任职多年的职生教师 他表示 过去招生一直不是问题 但疫情年的确招生上有冲击 靠着文化大学历史悠久 在私校当中有不错口碑 院长今年征班 调整科系内容 增加招生优势 毕竟少子浪潮不断 私立大学招生挑战多 前教育部长潘文中 在4月立法院专案报告点出 大一新生人数估计 2028年只剩下15.7万人 到时候八成学生 都可以就读公立大学 私大将面临极大的招生压力 院长表示 目前招生上都还算稳定 但已经开始结合新形态内容 重点课程里 我们会配置相关的AI的工具 让它融入到课程里 然后让学生可以明白说 你的底层的知识和逻辑 技术这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不仅艺术学院大船系 也早在两年前 就开始规划新型课程 不是只有口号 在相关的新闻 广告广电领域 融入AI智慧的知识 希望能天真学生职场优势 提升招生率 课程的新规划 然后再加上搭配一些媒体方面的一些宣传 让这个整个的课程 有融入所谓AI的技术这件事情 可以让更多的考生 让很多的家长可以明白 少子化数据摆在眼前 各校招生始终浑身解数 除了加入AI课程之外 部分学校采取相关科系 并细招生处理 中部的东海大学结合校内牧场 贩售高品质鲜乳和东海大学牛乳兵 另辟裁员一年高达500万营收 也在科系征班征额 为了招生使出浑身解数 基本上大家求生欲望都很强 基本上大家半学都很强 半学都很努力 也因此在这个部分 就是在应该有 在百分之五六十的 这一个个人申请 他的这种游戏规则 大于吃小鱼的情况之下 那是之前在做制度设计的人 算不到的 食品养学的实际应用性很高 比如说你想要了解肥胖好人 你就会知道糖类蛋白质脂肪 应该如何去摄取 或者是你要预防三高 你学了之后就知道哪些是有 高油脂高胆固醇的食物 我们要尽量去避免它 或者是你想要有更好的运动表现 哪里就是用肝糖超补法 这些以上的内容 全部都是由食品养学的基础 去延伸的 招生出手各校出招 但专家分析 除了学校口碑外 科系课程外来出入也很重要 像是AI专长 營養知识 电商资讯 这些过往课外的重要选修 现在都是业界看重专业 若能把这些职场技能 融入课程 招生优势就会增加 非常具有实际应用的价值 那再来就是有一次 我请学生去开1200 1800跟2100的菜单 交完他们分数之后 他们就下去开 就开完了之后 他们才晓得 原来热量常常就容易爆表 我觉得生命养学 它最大好处就是现学现用 这是一种热取 私校求生各校出招 如何端吸引学生牛肉 吸引学生上门 私校还有的伤脑 TB的新闻 张家宝蓝月明台北采访报道 台北市知名的景星大楼 有住户家里面的天花板 动不动就漏水 甚至还曾经因为漏下来的是肥皂水 害它跌倒甚至骨折 他就指控说是因为楼上的住户 跟房东有纷争 所以才会故意挖破水管 而对此楼上的住户说是因为房屋 实在太老旧了管线破损 根本就不是他故意挖的 其实下着大雨只不过是在室内 大量的水从天花板渗出 就算拉起塑胶布也没有用 下面的水桶也已经揭满 所以我们现在进来 试图用笨斗把水捞进浴室里 因为整个房间已经成了汪洋 但这边又不是顶楼户 怎么会漏水 受灾住户指控是楼上的错 即便主的拐杖也要大声控诉 他就是九楼受灾的诚信住户 脚上包着石膏是因为三天前 天花板上流下来的是肥皂水 害他摔倒骨折 弟弟在台北市井心大楼内 他指控正上方的十楼夜性住户 故意把水管挖破 就像这样排水管内壁 铺了一个大洞 水从这边盛进 再往楼下的天花板流出 我们实际进到屋内 地板上还是湿一片 天花板挂着的塑胶布中也有水 因为太吵湿 房内更散发出恶臭味 受害诚信住户搬进来也才一年 从过年期间就在这种水帘洞般的 房间生活 他表示石楼住户挖破水管 是因为跟房东有纠纷 怎知如今受苦的却是楼下无关的人 因为必要说我就可以抵抗到 我们持续追踪这个案件 其实刚刚九楼住户 他刚刚所说十楼的房东 其实就是十楼住户的妈妈 这间套房也是这个妈妈买给儿子住的 但是两个人没有同住 景星大楼的主委就透露 其实之前十楼的屋主也有曾经抱怨过 儿子会跟他要钱 怀疑破坏水管 疑似是为了要逼他的妈妈出面 十楼住户才刚回到家门口 就和楼下的屋主炒了起来 被指控故意在排水管钻孔导致漏水 为了就是要联合邻居和妈妈所讨赔偿费 第一 我也没有钱 第二 我也没有必要故意弄 那个有什么好处 我骚扰邻居 我没有钱 我没有拿到钱 有什么关系 强烈反驳认为自己不需要破坏房子 住在十楼的夜姓男子 因为父亲过世的遗产母子将对簿公堂 不过这一连串的漏水事件 也被指控是儿子的阴谋之一 漏水害得九楼住户摔断腿 警方也互报道场处理纠纷 双方争吵过程中 甚至还互相拉扯导致受伤 但漏水事件至今还没办法解决 主委出面控诉 连公共设施都受到影响 到底漏水是人为因素 还是年久失修 只有十楼住户最清楚 可是漏水情况严重 里长也担心整栋住户的安危 起火的话怎么办 明明不要起火的话 怎么这谁要负责啊 警星大楼现在有300多户 目前房价一平约44万元 现在因为十楼严重漏水 五到九楼通通都被牵连 无论当初有什么纠纷 现在大家只希望问题能赶紧解决 也找来各局处会看 最后怕一个不小心 大家的生命安全都遭到威胁 TV必须撑入环速配与台北採访报道 有一辆黑色的进口车 他到这里站驗车 但是车主异想天开 居然用白色胶带把车子贴起来 想要变成白色的车 但是凹凸不平 而且甚至还露出了黑色的区块 想当然这样驗车是不会过的 没想到隔天他又来了 这一次改成白色的漆 涂上去也涂得不均匀 但是驗车过关了 乍看之下是白色的进口车 进入驗车通道怎么看怎么怪 因为车子的白是用大胶带拼贴而成 贴的凹凸不平 有的地方还没贴到露出黑色的车底颜色 大概就抽了 后面还有一些没有贴到的 原本是黑色的 然后他自己是用胶带 自行加工 要把它变成白色的 那当然我们的检院同仁 对于这一种的处理 要变更颜色的 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不与合格 粗糙的改变车子颜色手法 光目测这一关就被打枪 请他离开下次再来复验 结果隔一天 一样是白色车 不再是黏白胶带 而是涂上白色漆 连续两次验车闯关 十七号用白胶带拼贴 属于可撕下来容易拆掉 因此不过关 隔天用白漆涂上去 就算涂得不均匀 但不能随意变换颜色 就让他过关了 白验车 什么车 什么人都有 还有富人站在车头前念念有词 富人一下子双手合十 不时又张开双臂 每次验车都会展开祈祷儀式 大约三分钟的时间 监理站人员早已见怪不怪 只要不影响其他车主的权益 就不会阻拦 TVBS新闻赵丽屏东报道 日前新竹有一名清华大选的女大生 晚上七点多骑脚踏车要回学校 但是当时路上车流很多 没想到大庭广众之下 居然有人直接从后面偷摸他的臀部 这也让他非常生气 循着监视器指认了这一名骑士 警方依据车牌通知嫌犯盗案 结果这一名28岁的男子 声称说只是一时兴起 最后被依心骚扰防治法送办 交通见风时段 女学生骑公路车准备回学校 毫无防备之下 突然有人从后面拍他臀部 吓得他不知所措 等回过神来 骑士已经消失在车诊当中 写视器可以看到其他的机车都 速度都比他还有我快很多 那只有这一个人非常明显 他是慢慢的跟在我的后面 遇到这种事情很恐怖 有一种恶心的感觉 发现他跟在后面 这种感觉更严重 15号晚上7点半 就读清大的吴同学 在光复路二段上遭陌生骑士拍臀部 当天晚上他挨家挨户 找监视器 要揪出性骚扰的嫌犯 依依比对确认 就是这名戴红色安全帽的骑士 警方移车追人通知嫌犯盗案 十八号下午一点多 二十八岁骑士盗案坦诚犯刑 工程是一时兴起 并不认识被害人 被依性骚扰防治法送办 这附近是市区也是校区 当时不是深夜 人潮车流还相当多 其实大胆偷摸女学生 实在可恶 最终下场狼狈落网 TBS新闻 城市名菜新于新竹采访报导 有计程车司机 他疑似听到车手说 要换地点去收钱 觉得很奇怪 于是报警 最后顺利带人 警察冲高铁彰化站抓人 原来这名穿白衬衫 背着后背包男子 是诈骗车手 领了钱 火速跳上计程车要搭高铁离开 被问奖发现怪异 报警查核 原警火速赶到 幸好高铁列车还没到站 疑问之下 男子坦诚犯罪 交出手机 交易收据 跟假冒投资专员的识别证 原来诈骗集团在南头先骗了二十万 车手取款后 被交代再去彰化浦研收款 但被害人说钱不够 于是他坐上小黄 要到田中搭高铁回程 被司机发现来者不善 抓到诈骗车手的是 这名警察实习生傅政杰 他跟前辈到北上月台巡视 发现疑似车手立刻上前逮捕 实习期间跟师傅一起逮捕诈骗车手建功 TVBS新闻陈之中 黄国圈红彩轮彰化采访报道 先前台中捷运发生的随机砍人案 鸿信嫌犯遭到起诉之后呢 当庭也向被害人还有长法哥来道歉 台中捷运砍人案 事发后将近两个月 17号台中地院开准备程序庭 鸿信嫌犯当庭 向包括长法哥等受害伤者 与他们的家人鞠躬道歉 他坦诚犯行 甚至感谢长法哥挺身而出 说谢谢他 因为是他救了大家 也救了他 因为他自己的那种冲动行为 还好是他阻止他 不然其实他真的也不知道 会酿成多大的伤害 今年5月21号 鸿信男子在台中捷运车厢内挥刀 幸好靠长法哥 雨伞哥 跟黑衣大哥等夺刀 好几位民众奋勇上前阻止 虽有伤害 但幸好没有造成乘客死亡 20岁鸿信嫌犯被检方一杀人未遂 恐吓公众及毁损等罪起诉 而当时警方调查他的行动轨迹发现 鸿南在犯案前 曾到捷运站厕所吃医生开的处方药 原本要吃5颗 却多吃了3颗 再搭上捷运车厢犯案 法庭上他也说 不想做精神鉴定 当成减刑理由 受害者之一 旅行高中生的妈妈说 同为人母 法庭上他也感受到 嫌犯的悔过之意 终结砍人案第一次准备程序 鸿信嫌犯的父母表达 调解意愿 长法哥等人也愿意调解 台中地院暂定在下个月 排定调解程序 TVBS新闻 陈其君同采论台中采访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